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I. 开发者大会 今年这次开发者大会 是我们第二次举办 去年我们也办了一次 去年我来参加开发者大会的时候 是坐着无人车来的 结果在五环上还吃了一个罚单 后来就不断地有人问我 你们的无人车什么时候能够量产 去年11月份我们的百度世界大会 当时我吹了一个牛 说2018年的7月份 我们会有量产的无人车出现 那么一直到今年两会期间 问的最多的问题还是说 你的无人车什么时候量产 那我仍然坚持这个说法 说2018年的7月份 那么现在已经7月份了 但是大家知道创新总是有很多风险 有很多不确定性 造车也跟造PPT不太一样 造车是经常会有延迟交付的 我们做软件的其实也知道 一个新的系统要想上线的话呢 是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delay的 那么我们过去吹的牛 到底在这个月能不能实现呢 请大家看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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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 我们吹的牛实现了 全球首款L4级别的自动驾驶的 汽车已经量产 那么现在我就来连线 位于厦门的金龙汽车的生产车间 让我们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现场是我们厦门金龙的谢董事长 谢董事长你好 我们现在在百度的AI开发者大会 我们再跟你连线 希望你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好 IDE 各位分明好 AI开发者大会有各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金龙游戏国士长 谢敬如 我現在正在無界下海的金融車和高雲車臺電 為大家同時說 大家今天看到的是大甩的阿波羅 無人曉得金融阿波羅提供價錢的盛況 讓我們一起見正正激動年輕的時刻 看我們的阿波羅生的時代 這是阿波羅量產的第一款項 現在我現入阿波羅開業正式設計 好的祝賀祝賀我們的阿波羅 祝賀廈門金融也祝賀謝董事長 我們非常的驕傲和大家一起 和百度的開發者一起見證了 全球第一款L4級別的自動駕駛汽車的量產 下線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性的時刻 那麼謝董我想你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車內現在的這個情況呢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阿波羅的內部的情況 阿波羅車內部設計非常有科技感 那麼大家已經關注到了阿波羅車沒有方向盤 沒有油門和刹車踏板 那麼搭載著阿波羅的L4級量產的自動駕駛解決方案系統啊 使用於廠期 緊急的場景 阿波羅呢 造型前衛時尚 類似精緻 講究 市政也非常的舒適 歡迎大家來體驗 接下來我跟大家還一起分享一下 這些已經下線的阿波羅車 即將發往北京 雄安 平潭 廣州 深圳 碧桂園 日本東京等地 開展商業化運營 最後我們在停車場為AI開發者大會送上祝福 祝大會揚滿成功 好的好的 謝謝謝謝董事長 謝謝你的祝福 再見 所以我們看到了在這樣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呢 我們一起見證了汽車領域自動駕駛的從0到1的轉變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時刻 因為它徹底的改變了汽車的工業 也必將徹底的改變我們每一個人未來的生活 剛才我們看到阿波羅這輛車 現在已經發往了各個地方 包括北京 廣州 深圳 平潭 雄安 還有日本的東京 我也打聽了一下 日本東京是什麼情況 他們說是跟軟銀的合作 說要把這個阿波羅的車放到核電站的這個園區裡頭 用於接播 也要放到一些老年人的社區裡頭 用於老年人的這種接送 所以阿波羅不僅僅已經量產下限 而且已經在各地開始了使用 其實呢 除了載客的無人駕駛之外呢 我們今天還要發布一個載貨的無人駕駛的車 這個車呢 就是在旁邊 在左手這個叫做新石器的載貨的無人駕駛車 這個在後續 這女的這個賽車裡頭會給大家詳細的介紹這方面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很多年以後 當我們回望這個歷史時刻 在看汽車工業的發展的話呢 很可能會跟一百年前 T型車的下限有一個對比 那個時候 T型車下限實際上是 Assembly Line 就是這個 生產線 用了一千多個零件做出來的一個T型車開始了量產 那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 那麼這個車的一般的現代主流汽車 已經到了有三萬個左右的這種零件 而今天的無人駕駛汽車的生產和下限 它沒有再去增加這些硬件的元器件 相反的 它沒有了方向盤 沒有了駕駛位 那麼它的硬件的元器件在減少 但是在軟件層面 它的複雜度卻是在迅速的提升的 那麼大家知道 一年前我們阿波羅的這個平台 是全球第一個自動駕駛的開源開放的平台 那麼那個時候呢 我們公佈的阿波羅1.0有三萬五千行的代碼 經過了一年的發展 阿波羅這個平台它的3.0的代碼 已經漲了六倍 到了22萬行左右這樣的一個代碼 而今天下限的阿波羅這個小巴車 因為是一個生產性的系統 那麼它所用的代碼量 又遠超過目前在開放平台上這樣的一個代碼數量 所以大家看到的這些個自動駕駛汽車的進步 主要會體現在軟件層面 自動駕駛實現了從零到一 未來必然會實現從一到百千萬 會在各個場景實現落地和應用 會在公園變成掃地車 會在碼頭變成運貨車 會在各種各樣我們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場景 在農田裡頭變成插秧的車 變成摘果子的車 在這個小區裡頭變成運人的車 那麼在各種各樣的場景 都在遍地地生根開花和結果 而這些東西呢都會由我們的開發者 逐步地定義 逐步地實現和逐步地完成 人工智能不僅僅改變了方向盤 也必將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會改變人和機器交互的方式 也就是說人機對話 其實也在發生著非常大的這種改變 在我們開發者大會召開之前 我們選擇了一部分的參會人 給他打電話 提醒他來參加我們的開發者大會 下面呢我們爭得同意之後呢 放兩段這個打電話的錄音 喂您好 我這裡是百度的客服 本次服務通話可能會錄音 那想跟您確認4號5號的百度AI開發者大會 您是否會出席 會 喂 喂 哦好的 嗯 您說 啊沒事 我以為你是機器人 哈哈哈哈 好意思 那您還需要大會其他的信息嗎 比如餐飲交通 嗯 餐飲的話是 是怎麼 是這樣 我們大會為餐會開發者提供會議期間兩天的午餐 到時可以根據現場指引前往餐廳就餐 嗯 行 好的 感謝您的支持 我稍後給您發個短信 備註一下大會信息 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祝您生活愉快 再見 喂 哪位 我這裡是百度的客服 本次服務通話可能會錄音 那想跟您確認4號5號的百度AI開發者大會 您是否會出席 嗯 會啊 嗯 好的 感謝您這邊對大會的支持 您是否需要我為您介紹一下大會交通餐飲等信息呢 嗯 中午館饭嗎 當然 我們目前前往餐廳用餐 欸 你是機器人嗎 呃 被您發現了 我是開發者大會智能客服機器人 很高興為您服務 機器人啊 呵呵 那您是哪兒啊 這個還用問嗎 我是百度人 啊 那百度給您發公司嗎 嗯 百度為我免費充電 對 我不知道接到我們這個電話的有多少人聽出來了這是機器人啊 即使是對於那些已經聽出來是機器人的開發者 好像大家也都呃 感覺很不錯 能夠跟機器人對話 很可能呢 在未來我們跟對方在通話的時候通常都會要問一句 你是機器人嗎 雖然是很簡單的一些對話 但是呢 它聽起來很自然 而這種自然的對話 其實背後所需要的這個技術是非常不簡單 非常複雜的 事實上 過去百度大概七八年 連續七八年的時間 我們每年呢 會把15%左右的收入 投入到AI技術的研發當中 我們有上萬名的工程師 我們有近百萬台的這個服務器集群 進行各種各樣複雜的運算 我們有萬億級的數據 來餵養這樣的一個百度的大腦 同時呢 有千億級的參數和樣本 參與訓練 才實現了剛才大家看到的 這些個比較自然的語言和語音的對話 那麼這麼大的投入 不是每一個公司都有這個能力進行的 這就讓我想起另外一個問題 二十年前 當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 有一個詞叫做數字鴻溝 講的是就是說 那些有條件上網接觸互聯網的人 和那些沒有條件上網 和接觸互聯網的人 他們的差距會越拉越大 百度十八年 我們一直致力於想填平這樣的一個鴻溝 所以我們一直說 我們要讓人們最平等便捷的獲取信息 今天呢 平等便捷獲取信息這樣的一個理想 已經基本實現 但是擺在AI面前的這樣的一個智能的鴻溝 其實也越來越拉大 人和人之間的差距 那麼在AI時代 這樣的一個智能鴻溝 我們怎麼去解決 怎麼去填平呢 AI時代 主要是由數據 算法和算力在不斷推動的 那麼百度的答案 就是我們要通過數據 算力和算法的不斷的疊代 和不斷的開放 來填平這樣的鴻溝 讓每一個開發者 能夠接觸到全球最先進的 AI的技術 讓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企業都能夠很方便的使用 這些個最先進的 AI的能力 我們看到 從去年百度世界大會 開始 我們來作為一個基數 來看的話呢 無論是語音方面的調容量 視覺方面的調容量 以及自然語言處理方面的調容量 都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裡頭 有了飛速的發展 有了爆發式的增長 與此同時呢 我們的開發者 每天活躍的開發者的數量 也發生了非常快的這種變化 或者說是增長 所以某種意義上講呢 我們過去講說用電量是衡量一個經濟 是否繁榮 是否健康的指標的話呢 今後我們可以用用腦量 來衡量一個行業 它的智能化的這種程度 當然這個用腦量 也包括使用開發者的人的 人的數目 數量 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開發者所屬的行業 其實是遍及幾乎所有我們想到的行業的 從文化娛樂到企業服務到教育培訓 金融交通物流智能硬件生活服務等等 各個方面都有我們的百度的AI的開發者 而也正是因為開源和開放 AI正在滲透到我們經濟和社會的毛細血管當中 那麼這些個開發者 開發出了各種各樣的應用 他們到底能夠起什麼作用呢 他們可以把人從重複低效和繁重的 腦力判斷工作當中解放出來 這個呢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我叫周瑜青 我的工作就是靠我的眼睛 然後每天都一片一片這樣封出來 就像上了罰條的鬧鐘一樣 我們工廠對質量要求很高的 一點點小的瑕疵都不容需要 機器怎麼能做得那麼精確呢 我們每天在車間裡分剪出來這麼多地板 可以鋪好幾十抹地呢 每天很辛苦 機械化的動作 眼睛也很累 現在的年輕人寧願背景一向 也不願意做這份辛苦的工作 最近我們廠裡跟百度搞合作 用人工智能來識別和分剪地板 從那個攝像頭一看 就能看出哪個是好的哪個是壞的 比我做了三年了 看的還要做好 現在它就是我的眼睛 以前做這麼多 現在好了 都花了一倍了 科技能改變很多 電視上說智能啊什麼 因為我們都很遙遠 現在就在我們身邊 是的 科技就在我們身邊 AI就在我們身邊 過去我們的女工 還需要用眼睛 一秒鐘一塊地去檢驗這些地板 今後呢 這種重複性的耗時耗力的 腦力的判斷 可以逐步地用機器來實現了 當然 百度的這些AI能力 不僅僅被我們中國的開發者所使用 也輸出到了海外 可以讓更多的中國以外的開發者 從中獲益 那麼下面我也請大家看一個 百度的AI能力 在美國零售業的應用情況 在美國 很多超市收音台 由於對購物車下層未付商品 缺乏有效的監視 平均每周每個收音台 幾乎要損失高達近百美金 BOB System設備 基於百度EZDL 能準確對購物車下層物品 進行判斷 一旦識別出未結算商品時 收音員就會實時收到提醒 這大大提升了收音員的結賬效率 更幫助超市 降低了運營成本和商品損耗 目前 該設備已經被美國紐約州 新澤西州 賓夕法尼亞州等周邊7個州的 160個超市順利應用 對 過去呢 我們中國向全球輸出廉價的商品 未來呢 中國會向全球輸出AI的技術 而且 無論你在哪里 無論你從事什麼行業 我們都希望 你能夠平等便捷地獲取AI能力 至少獲取百度的AI的能力 那麼今天呢 我們也請了一位這個開發者 到我們的現場來 這位開發者呢 他比較特殊 那麼他是一位來自西藏林芝的這個醫生 那麼他和他的團隊呢 用百度的AI技術 開發出了一套 可以識別寄生蟲蟲卵的 這麼一個系統 那麼今天呢 我就想請他上台來 給大家介紹一下情況 我們請陳靜菲醫生 Robin你好 陳醫生你好 歡迎來到百度的AI開發者大會 我知道你是從這個林芝來的 十年前呢 我也去過一趟林芝 那裡特別特別的漂亮 但是醫療條件是不是不是特別好啊 應該是說 比內地來說 稍微差了一些 那你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就是給大家介紹一下呢 你開發的這套 就是寄生蟲識別的系統呢 是這樣的 我本人呢 就是對AI不是很了解 一次偶然的機會 看到了那個百度EZDL 圖像定制識別 然後醫生的職員告訴我 這個系統 這個技術是可以用來 做了一個寄生蟲蟲蟲蟲蟲蟲蟲 然後我們通過指導 就是我們就訓練了 寄生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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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測試的時候 然後驚喜地發現 這個技術是很有用的 現在我們這個系統 已經可以識別 十多種寄生蟲蟲蟲蟲蟲蟲蟲 其中幾種已經在我們的小範圍 臨床試點當中 它的應用當中 然後應用了 我們現在發現它的準確度 穩定在97%以上 未來幾個月 我們有信心 使我們這個系統 識別寄生蟲蟲蟲蟲蟲蟲蟲 達到臨床上常見的40多種 我們接下來 也會把它的識別速度 和識別的準確率 進一步提高 換句話講 我們這個系統 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達到了識別能力 就相當於一位 臨床經驗20多年的檢驗專家 比一般的檢驗醫師的 識別 寄生虫疾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虫卵禁检是关键的防治技术 也是基层临床一线的检验常用的技术手段 只有诊断正确才能够对症下药 我们就是西藏地区就是地广人西 跟一些基层地区一样 然后它的一些基层医疗机构 往往缺乏技术过硬的检验人员 牧民们看病要到百公里之外的医院做检查 而我们这套系统来 就是要把更专业的临床检验工具 直接送到他们临近的医院 以缓解他们的奔波之苦 同时呢我们希望 我们这套系统在经过更加严格 更加科学的验证过后 然后尽快地护士到临床一线 那太好了 非常好 感谢你对边疆人民健康所做的贡献 我也很期待 就是AI的技术早日能够在你的领域 在医疗的领域能够有广泛的应用 为更多的人健康带来好消息 好 谢谢你 陈医生 谢谢Robin 谢谢百度 谢谢 对 AI的技术在哪里都会有应用 但是背后支撑这些个应用的平台和系统 就是我们的百度大脑 2016年 我们首次向外界介绍了百度大脑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那个时候呢 是百度大脑的1.0 我们搭建了具有语音识别能力 计算机视觉能力 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和用画像能力的一个百度大脑的这种架构 去年我们实现了百度大脑的2.0 它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而所有的功能也全面地对外开放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正式发布百度大脑的3.0 3.0呢 由平台技术和生态的全战的布局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生态 稍后呢 王海峰会跟大家详细介绍 百度大脑3.0的情况 过去这个百度从大概11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对于AI技术进行投入 不断的其实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 也需要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算力的不断的需求 这个对算力的需求呢 一直在提升 我们早期用的是CPU 后来开始用GPU 再往后呢 用FPGA端到端的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优化 到2017年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觉得这些个市场上现有的解决方案 现有的技术不能够满足我们对AI算力的要求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百度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 自己研发了一套芯片 这套芯片的计算能力 跟原来用FPGA做的芯片的能力 计算能力有30倍左右的提升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这个芯片呢 我们把它叫做昆仑 下面请看视频 对高峰的向往 用每一步的攀登去实现 昆仑 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AI芯片 八年 二十多次替代 在中国大规模部署的AI运算实践中 昆仑 应运而生 依靠百度大脑的全战布局 昆仑实现算法 软件 硬件的高度协同 实现算力的量级增长 未来 昆仑将面向智能汽车 智能设备 语音图像等更多场景 持续打造AI时代的中国新力量 以昆仑之胸怀 制造新的昆仑 百度 对 这就是我们的昆仑芯片 这是中国第一款全功能的云端 AI芯片 可以适用于语音图像 自然语言理解 自动驾驶等等 很多很多的方面 而且它的算力呢 刚才也已经介绍非常非常的强大 而且呢 它是可编程的 也非常的flexible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迎来了中国的这个IT产业的爆发式的增长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高端芯片 高端芯片一直是靠进口的 某种意义上讲呢 这是我们这一代从业者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当人类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 情况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我们背后 百度大脑背后 越来越多的要靠自己研发的芯片 研发的高端芯片 去满足全世界对于AI能力的这种需求 这些个芯片跟芯片之上的软件 开发框架 各种各样的应用 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平台和生态系统 一起在支撑着几万十几万的开发者 为社会造福 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这个改变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呢 今天有这么多的开发者 来到我们开发者大会的现场 来一起参与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这里其中有很多 其实是非常年轻的开发者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比如说95后的黎英明同学 他综合利用了多种AI技术 打造了无人证物机 也完成了自己从实习生 到产品总监的蜕变 还有我们中科院再读的研究生 任家强同学 他利用AI技术 百度的AI技术开发了用于污染场地的风险管理的模型 还有梁家同学的盲人导航系统 王志勇和罗鹏同学的智能船舱温控系统 李莲伯 赵岳 童谣同学的自动驾驶轮椅 要特别地祝贺你们 也感谢你们 我相信前通无量的你们 一定可以凭借自己的创新 智慧 责任和担当 在AI事业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百度也非常愿意 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开发者 跟全球所有有梦想的开发者 一起来实现一个理想 那就是Everyone can AI 谢谢大家 感谢李彦宏先生 请台下就座 让我们掌声有请 百度高级副总裁 AI技术平台体系总负责人 王海峰先生